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这个男生今天了 今天的话呢,各位来继续 来这个三国战绩的风在起 一个三打的刷分 比较少见的一个三人配合刷分 之后呢,来到了本游戏的第四关 可以看到呢,前面的这个刷分成绩 赵云,211 目前为止绝对的主力 主量呢,13 之后呢,魔章6000万 魔章的话呢,属于后期发力啊 魔章呢,并不止于 OK,咱们呢,来看看这里 这个位置呢,是选择先打一波暴的以后 不激动了,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出门还有包子 然后在这个洞里呢,让祝国亮 打一个三兵破招 十连加八连,赵云,暴气 等待剩余这个残兵 让张飞下下一顶倒之后 打一个六连,然后就有一手13连了 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小兵最大化 拿了个天使服,捡了个竹子 这两个道具呢,对于风云在起来讲呢 都没什么大用啊 OK,出门又有包子了 祝国亮呢,继续 这个开场位置打个十一连 赵云,非无利用,打个十 然后出门打右边小兵的十一 张飞呢,左边打个九 还剩一个残兵 赵云打一个双撞 好吧,被这个小兵搅和了 这边想直接控阵 阵得很准啊,这个控阵是真准 哼,控阵起手一个十一连 OK,起手很准 然后看看这个位置 赵云选择左边破招 出门选择右边破招 赵云打了个十三 祝国亮这里呢,是完成了十连跟八连 三个熊 还行,顶到一起了 祝国亮调整了一下步法 很漂亮 OK,祝国亮十连加八连 赵云呢,在祝国亮打连招的期间呢 也完成了一个十二连 之后呢,又是一个暴戏的飞无利用 这边呢,又也靠张飞的下下一放倒 控阵加这下起身 OK,跳跃放倒 赵云起手 起草好像有点早啊,兄弟啊 完溜,亏了 这个在暴戏的期间打连招是没分的 所以说呢,这个十连的四十万 十枚大刀 有点小崔 OK,咱们来看沙姆克 沙姆克呢,想必也是会被魔招好盾折磨 开场就打一套连招 啊,这次跟祝国亮抢了一个招啊 打了一个十连 正常来讲呢,会不会有准备那种情况 刚才是老虎跟沙姆克站一起了 哎呦,赵云的十二连失误,那可惜啊 赵云这里呢,起了一手九连 祝国亮这里呢,起了一手双撞十连 然后赵云炸死兵 没有必要留啊 因为这个地方是无限兵 就不用像前面那样再那么细了 什么,呃,卡个位置 不是,卡个位置去了 什么暴戏放倒 然后呢,废物利用 还特别必要 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呢 这个诸葛亮跟赵云 两个人呢,很一致的在上面呢 帮张飞引怪 这个雷扔的有点 太多了吧 让一个人扔下去 那一开始吧 两个人在上面帮着引怪 啊,利用这个拉怪呢 然后让张飞呢 自己打这个老虎的一个九连 最后,双兵就给诸葛亮 单兵就给张飞 没什么问题 继续 诶,上面还空笑一下 假笑 俗称的假笑 这个位置反撞 没撞到,可惜 神龙白尾 诸葛亮也行 继续 诶,这里诸葛亮抓着一刷 但是呢,上面会笑了 没有办法 特于无奈的扔了一个AB 然后呢,诸葛亮把圣语 给人杀死吧 没什么连断了 好,这个位置一个笑 消到诸葛亮 伤害还有点高啊 有人继续 往左撞 哎,一个反撞很漂亮 这里不反撞的话呢 很有可能打到沙漠科 就说那下必须得反撞 赵云这边 这个地方终于歇会了 赵云在切三关 那累得要命 终于是休息 风火哈喊 还有笑吗 又笑了 这个沙漠科不好摊啊 沙漠科比起那个梦游来讲呢 是要飞 梦游傻乎乎 这个沙漠科呢 实不实还会来个全军攻击 有点不太得意 不过来这里呢 又是打了一个双兵的连断 将在这里呢 送到打了一个 呃,12连 比较轻的12连 这样的话呢 沙漠科的血量呢 被急速拉底 哎,不能打了 果然一个滑浮逃跑 但是呢 祝国亮找到了机会 互相的拉扯 祝国亮利用自己这个 普攻 伤害低的特色 拿下了这个 放脑了 这个沙漠科 拿下了这个枪 这个老虎赶紧杀 这个老虎又在干嘛事 调了毒气筒 这是要对沙漠科下杀手了吧 时间是差不多了 哎,想捅沙漠科一套连招 果然时间差不多了 照顾给一个对标很精准 张飞这里空阵的一个14连 后边怎么打 三角金吗 还是张震剑 哎,选择这些跳皮 很自信 而且对标很信任他 漂亮 踩死了 踩死了哥们 你是在逗我吧 哎,放跑了 啊,不是为了打死啊 我也没是为了打死呢 这个位置不要怕 这个位置呢 老虎赛的期间时间不走 啊,他属于那个要逃跑的病 时间不会走 啊,然后等结束的时候 撒人这种进去 哼,我以为这个地方要杀的呢 啊,反正倒也是啊 杀的的话呢 也没时间吃甲雪 嘖,该说不说 他不会选择 另外的话呢 不杀的呢 一会儿他再出来呢 还能打一套连招 把这沙漠科就要换利用了 这位置呢 祝国亮呢 朝左凤凰的撞 啊,他们打的是一个 招腕场 所以说呢 这个武装呢 正常来讲呢 对于他们招腕场 不是很难 啊,我这里呢 是把他们的手机给放败了 因为呢,咱们看这个招腕场 是非常的直播啊 招腕场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呃,0.5倍速的一个游戏吧 大概是这样吧 好吧 咱们来看看大头 幻境 哦,我们来看看幻境 谁是主打 好吧 各自没战 张飞这个位置呢 抓住两兵 祝国亮抓住两兵 其实呢 幻境里边呢 如果想分数最大化呢 呃 呃 一个人打是最大化的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后其算的分数吧 祝国亮一五 张飞是8500万 咱们看一下 最后打完能够好分 最后谁给真破诊了 赵云是负责破诊的 我忽然看懂 然后呢 这里是祝国亮刷之仨 张飞单练一个 张飞单练一个 就打最大连段 对 赵云这里呢 是掐着时间点 打了一个十二连 这样呢 也能破诊 能够点分 OK 继续下一波兵 赵云接着抓住这个破诊兵 给他抢过来 慢慢折磨 祝国亮抓住三 祝国亮的依然群战的 赵云可能七分十二连了吧 哎呀 祝国亮不抓住 赵云破诊结束 白兵 却空中 张飞这个位置的依然卡 十二 祝国亮的依然是一冲三 这个好身手 这个武装啊 开始 很有道具 祝国亮目前为止 已经干了三天来完了 然后张飞目前为止呢 也是小干两天多万 你看到这个环境是吧 这两个人不是很加分的 为什么走这条位置 赵云就是算了吧 赵云的环境 就是几度了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吧 最后双方都不太落后啊 祝国亮是以抓兵多的优质 然后获得了四千多万的成绩 张飞这里呢 抓兵就还少 但是呢 这连段分数高 也打了三千多万将近四千万 你看这吧 这里就是 环境 然后呢 这个吕布 选择给张飞打 其实给祝格拉打也行吧 祝格拉打就是有点慢 祝格拉打可以慢慢折磨 张飞这造成还是很高啊 空阵起手 然后呢 打一个那个啥 打一个这个神龙摆尾 结果反逼 结束了 要换什么呢 他那张 哎呦 这祝格拉要慌啊 刚才那位祝格拉一个 哎对 就在这 别空阵了兄弟 没那个必要吧 他就死了 对我感觉没有空阵的必要 一条就死了 什么空阵的必要 直接带走得了 那一下横滑 是会死人的 打谁谁死 三个人有七星灯 你看是吧 给赵云捡什么 仨人都能捡灯 他们仨这个阵容 真不错 隐身一不要吗 哥们 你在逗我吧 隐身一无论谁捡 得捡上 这个东西哪怕是在关底处 愣声摊分 他也是好用的 这三个人兵多 在关底处 能打不完的小兵 隐身的隐身 一还就中风不中 这个位置呢 赵云抓着双兵 打了个十五 张梅的六连 忽略不计了 这不继续 这个位置呢 肯定是要 沙姆克登场的 这没什么好多的 赵云这个位置 先开开兵 赵云这个位置 如果不会开兵的话呢 可以挑胖那十五连再 最后呢 朱古亮这里呢 刻意留守 让沙姆克登场 让沙姆克再次登场呢 带来了巨额的 这个加血以后呢 还能打一套连招 他也不亏 这位置呢 打一套连招 正好没有小兵干扰 OK 打一个慢连的十二连 哦 踩队位置 可以的 正好的血量 然后呢 给朱古亮吃点 张飞吃点 OK 都吃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来看这个路讯 路讯应该是让莫章打吧 那这个朱古亮打 这个路讯呢 上一加全 好 打起来的帮 太疼了 加分 赵云这个神秘枪玩的 还是挺溜的 OK 来了 果然是张飞 张飞打了个下线 但是其实我被防住了 这个位置有小飞 要弄不打 这个位置一个位置 防御定点 然后一个神龙外围 很准 助量呢 电键看小飞 赵云这个位置呢 抓单 然后呢 张飞这个位置尽量慢打 给赵云一定的这个 翻回空点 好吧 这里张飞打了一个 空人气手 张飞的这个神龙外围 位置找得虽然好 每一次的位置呢 都能找到三连神龙外围 位置 和秀借放倒 有没有15连的位置 有15连的位置 好吧 这个地图呢 居然是赵云打的最多了 比较无奈 来15连的位置了 这两小别 真贱啊 哎好 哎呦 这太贝了 好吧 这里呢 也是挑上了 这样的话呢 有个13 几斤波折 拿下一个13 也算不错 这下如果没拿着的话呢 当场戏去世 开启人了 这位置呢 开始空路薰的血量了 就打了 赵云这里 想想还是去那点 我先算了 只打11得 一个13等于两个11啊 但是呢 一个13所拍战的时间呢 真的是太令人气氛了 他又来了 他又13了 看来呢 他是一波兵 13 一波兵13 因为军兵呢 从那个位置出现 会凑齐了 除 这个就一个13 然后下一波11 这样觉得还不错 如果想控路薰的血量的话呢 他们这里呢 还不是 就想这个让大怪不动 控血量 你看是吧 如果想真想控的话呢 祝贺量拿电电 这个路薰呢 能控得稳稳 但是呢 他既想留路薰的血量打分 然后呢 又想那啥 又想这个 让路薰呢 这个 不挨打 你看是吧 不挨打控 这里面张票 去手了 赶紧得切成灯 同带 听我一句劝 就不愣当 哥们 我 如果这样 我觉得极不错 他这里如果死一命了 这部游戏就白打了 因为那慰言的话呢 需要所有人绝命 这个破气性能 留到后边是毫无作用的 尤其对于这些高手来讲 一点用都没有 他这里呢 是想 可能是不会死 然后呢 路薰死了 有茫茫兜的加血 左死死了 有茫茫兜的 你看这一下 这一下就很容易就死了 这一下如果一点没反过来 这对就贵了 很危险 省下一个青灯 这没几个加血啊 好吧 咱们来看看这关的最后一个boss 左辞 左辞的话呢 比较好打 一度推幅就搞定了 难点呢 是怎么在左辞这里呢 刷分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要卡住左辞 咱们来看一下 谁点的梦幽啊 跳运点的梦幽 出来喷个火 让左辞上来 这个左辞不给面子 这个梦幽其实也扔走了 可以等左辞要上来的时候再扔 右边能卡住吗 右边感觉不懂吧 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手机家是有 可能好像 左辞不上来 左辞可能知道自己 玩六 再见了大前 好吧那这里呢 又到了要倒一倒的环节了 我们来看两遞 来看看咱们怎么打这边 首先呢 祝格亮打左边的双兵十连 然后呢 张飞打右边的单兵九连 咱们再来看下一批兵 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变化就倒一倒了 OK 毫无变化 看见了吧 出兵最终都一样 那这批兵结束 咱们就给他倒一倒 OK 咱们把这个画面一转 来到了最后一批小兵 你能看到呢 这个双晃退入呢 有了不小的一个增长是吧 要起杀手了 咱们来看 张飞已就位 祝格亮呢 给一个东说 张飞这里呢 先打一套装打十连 之后呢 赵鱼 可以选择去右边 开始有一个单独圈的豹子 两套装打十连 三套 这套打了个空阵 我们看空阵神龙摆尾 没打着 之后 小皇叔 送走 跑了 有点尴尬 他吸过来了 还行 他这个小皇叔应该不死 行吧 这两个就杀就死了 杀了个梦牛 哥们你在逗我吗 还要给他插过去刷点份吗 这啥人真心 好吧 时间所成无几了 无所谓了 看一看吧 这里面就把他插过去了 看来呢 这三个人的准备将这怪 正于价值压得最大 但是无所谓了 其实多打了一匹兵 你看到是吧 在插完罐以后呢 多打了这么一波兵 然后 一个祝格亮的一个十连 张飞的一个九连 八连 还凑合吧 好吧 这里呢 感谢三位大神 三位大神一个非常精彩的三打的刷分 咱们的第四关就到这结束了 我那是本期的九连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们点点关注吧 咱在视频的下部 不见不散 拜拜